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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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带到我们一班同学来到我们征服世界的精品店 想做的是我们希望同学能够好好地了解金钱运用的概念 究竟哪些是想要的?哪些是需要的? 我们一班同学之前就参与了一些工作坊 希望透过这个学习的机会 让他们了解金钱应该如何运用 而这班同学在学校里有非常好的表现 在货业上或者在不同的能力上 或者在一些体艺的表现 也得到我们的支持和鼓励 所以我们邀请了这班同学来到这里 他们有机会如何运用这笔金钱 他们就有350元在精品店里去选一些想要或需要的东西 我们发现过程中看到小朋友有很多不同的抉择 他们的抉择究竟是 我究竟是买给自己 还是买给我身边的重要的人 可能是他买给爸爸妈妈 可能是他买给他的妹妹 刚才有同学 甚至说第一件事 我要买一些东西给我的表妹 就是他能够如何在这段时间里 透过这个抉择 去运用他这些金钱 而我在学习的过程里 看到小朋友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得着 所以我们很希望在这段时间里 他能够知道如何运用金钱 也能够好好地关顾他身边的人 给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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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